主播到時候今天帶你來到哪裡呢 是日本非常火紅的動漫《火影忍者》裡面劇中的名店 那麼說火影忍者呢 其實我今天也身為忍者 有自創的經典週是要來大變身 你們大家是不是以為我要變身為名人或是小鷹呢 都沒有 看看我這一身打扮呢 沒錯 我今天就是要化身 雲露拉麵的店員 一隻拉扮拉麵要吃嗎 可以嗎 你好 請問今天要點什麼呢 這邊是我們的菜單 麻煩來一碗豚灰蒸叉燒拉麵 好的 請稍等 好 現在來到廚房就要製作剛剛客人點的拉麵了 手套 口罩都已經備好了 現在是有請我們的主廚惠君 你好 大家好 那客人點那個拉麵之後 我們第一個步驟應該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步驟的話 我們就要先拿一桶麵 拿來這個麵糰啊 我其實有想到一件事 惠君不知道你曉不曉得 在這個婚園的裡面呢 其中有一幕 名人曾經是用他的螺旋丸的招式 來霍麵糰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呢 我也要來試試看 試鏡一下那個螺旋丸 看過我煮的麵會不會比較好吃 螺旋丸 把水甩乾 輕輕甩 裝一匙豬肺油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來到這邊裝湯 螺旋丸 然後就是兩個 好 兩個 然後接下來的話 是 蔥花 打工告餐 上菜啦 好現在 就要請這個Bruce幫我評分一下 剛剛呢 他現在眼前那一碗是我剛剛做的 一起來吃吃看 我要喝一口湯 這個味道怎麼樣 做的蠻不錯的 有認真嗎 對 甜果湯很濃郁 對 然後麵也是Q彈 因為剛剛其實 我在製作的時候其實很快 一分鐘 然後就可以洗鍋了 先試一下我們的叉燒 很好吃 肉很香 你是從日本的官方這邊團隊 來正式授權引進到台灣 對不對 是 因為就是 我們都在做很多 不同跟粉絲經濟有關的生意 我們的領域呢 酒香電影啊 動漫啊 體育啊 還有像是藝人啊 等等的各種娛樂的品牌 是 那火影棚的拉麵是 我覺得非常特別 就是說 可以獨立說 做成一個非常厲害的連鎖 電影的感覺 是 我要先請Bruce帶我去看 其實各個角落 都有非常多的小細節 小巧思 對 然後甚至還有周邊商品 對不對 對沒錯 好那請Bruce帶路囉 好這邊請 好各位觀眾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了這個 非常重要的場景 就是一樂拉麵的 霸台座位區啦 對不對Bruce 對這就是最有名的 在一樂 柏影忍者裡面呢 名人跟師父 最愛吃的 一起交流的這個麵塔 而且就是從小吃到大 對沒錯 他的愛店 你看 整個是直接還原這個 動畫裡面的場景喔 椅子都很用心 有各個人者村的這個族徽 還有這一整面強旺 人注意的角色大集合 這是不是跟這個 台北的店 是不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 這是我們特別請這個 作者這邊會製的 就是人注意大集合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形象 對 還有一個小地方 就是像其實我們上面的 屋底上的 我沒有發現耶 也是用各自的這個 人數的這個概念 去做出來 好接下來來到這一區呢 就是周邊商品區啦 像是這些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拉麵的這些碗 都是我們吃的嘛 很可愛 從日本平靜的 那這些是鑰匙圈 是 還有像是 有依樂的大浴巾 好可愛喔 像我這個也是 很可愛耶 這完全是配 如果真的是 鐵粉啊 直接 應該全包了吧 當然不只這個周邊商品 可以買呢 還有這個主角 人型立牌 可以一起拍照 可是呢我剛剛這樣搬呢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呢這個主角呢 是分別散落在商場的 各個角落 是要等影迷 你們自己去尋找拍照啦 好主播樂鐘 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回見 拜拜